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子里称为厨师界的工匠师 被称为神仙鸡毫不为过 要从两寸长的小口拿出整只鸡的骨头 而且从外面看上去丝毫没有痕迹 这除了细心和耐力 剩的便是精准的手法 母鸡脱骨后 要在鸡的内脏里装进去几枚煮熟的鞍唇蛋 再刷上秘制的酱汁 放入锅里油炸 最后放入蒸香 开始蒸煮 美食是值得等待的 当鸡脱蛋顺着切开的鸡身划出 母子鸡的绝功让人轻弹不已 也许 疗菜的秘迹就体现在着一代代大师 对美食的用心与执着 母子鸡在精力心的徒子徒孙中不断传承着 而星城古城脚下的高炳门 却还在等待着一个喜欢面茶的年轻人 接下自己的接力棒 如果人干的时候呢 我也想了一下 我现在将来就还这么干嘛 把它继承下来 这个传统的东西不能丢 真的 月年久的时候 都是生活的 城市生活的 离不开面茶 真离不开 星城古城 在明清年间 一度是中国东北的战略要冲 时间冲不散历史的荣耀 高高的墙门还在演绎着变迁的过往 和昼夜的更替 隶数岁月 如今的古城各种文化掺杂 磨合与充斥间 一些变量在消失 一些变量在更改 而那些细数繁简的事实变化里 总有一些东西 经得过时间的魔力 保留了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